人口真的這麼多,能源消耗怎麼可能會沒有呢? 這是一個比較舊的資料,等一下會比較新的資料 那時候大概是2003年還是多少的時候,這是未來預測的 他這邊看了一下,他做的這個年代,所有的能源裡面 用來維持你基本生活的食物只佔不到1% 什麼意思呢?你花那麼多能源裡面,大部分的食物都用來享受的 取暖也可以,但是沒有100%的取暖,都是用來享受的 你只有一%是用來吃最基本的,因為你不吃不行,大部分都是用來享受的 然後從1960年到現在的話,人口只增加了兩倍,但是我們的能源增加了三倍 你如果說今天一樣的比例的話,那還OK,我們還可以預算 現在不是啊,現在變成能源消耗的比例遠比我的人口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說基本上用了哪些能源 用了哪些能源,第一個你可以看得出來這三個,這三個還是算絕大部分 我們現在有哪些能源,第一個煤礦,第二個石油,第三個天然氣,第四個核能,第五個水利能 水利能是比較早期,現在蠻發達的再生能源 就是生質能,生質能聽起來好像很炫,生質能就是燒木材的意思 最原始的燒木材就是生質能,但是現在生質能已經變了很多 我們有B1才有,就是那個生質才有的含量,那個B就是生質才有 1跟2就代表說它的含量,從1%變成2%還是怎麼樣 但是現在的生質能把它提升得好像比較高科技 古時候天然生質能就是什麼,燒木材就是生質能 那其他的什麼樣子,我們的一些什麼樣子,現在比較新的那些暫時能源 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看一下 還是大部分都怎麼樣,從我們的地球媽媽身上挖出來的 也就是所謂的化石能源,那種挖出來的東西 並不是說你從那個地方可以再生的,煤礦、石油跟天然氣,這三個還是大部分 所以變成說基本上這東西是什麼,沒辦法再生的,用完就沒有了 勉強,可以講說我們不是從地球裡面的能量去弄出來,我們還可以做一些改良的 核能 所以核能也是很大的,但是核能也開始慢慢在被質疑 然後還有生質能也是一樣,生質能雖然是再生能源,不過生質能會有排擠效用 你今天地就這麼大,我今天種了一些做能源的作物,會排擠到什麼? 農作物 如果說你今天種的東西來做能源比較好賺的話,你會選擇種那個能源作物還是種農作物? 種那個糧食作物? 所以說生質能在某些時候,在10年前的時候也是被炒得很熱,那現在也是開始慢慢有一點點被壓抑,為什麼呢? 因為已經看到後果了,看到很多雨林或是本來的農田都換作能源作物了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來,這就是有排擠效應的,一些沒有排擠效應的到現在為止,那真是微乎其微 而且你看那種抖效程度有沒有看到?那種成長率,所以消耗的成長率才是最可怕的 並不是說用多少,從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一個最簡單的原油,這是我們最常用的那個,我們看它的價錢的那個變化量 你可以看得出來,到1970年的時候,一桶原油才多少? 這個時候那個油跟水一樣嗎?搞不好水都比它便宜 現在呢?一百塊了,那你可以看得出來,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幾個大事件 有些事件是因為人為的影響,比如說這個地方突然陡身是什麼?石油禁運嘛 就是那個時候就產生第一次石油危機嘛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只要是中東發生事情啦 只要是中東發生事情,就是這個東西是用什麼呀? 它已經調整過,用那時候的幣值來看,用2010年Dollars,它基本上已經調整過了 不是說那個時候真的一桶到70塊美金,不是,它是把一些通貨膨脹給調整過 所以說是一個絕對的比值了 所以那個時候的價錢,它現在多少? 才不過是40年前而已,價錢差幾倍?差到六、七倍了 那這個地方就一直往上升,這個就是那時候大家講說為什麼石油,那時候能源的時候 從2000年開始,那時候不是很熱嗎? 哇,一路往上飆,那飆到什麼地方下來? 金融危機嘛,金融危機的時候往下掉,那現在金融危機仍是都不會受到教訓的 等到時間過了之後又開始往上飆了,所以說現在又已經超過100塊美金 如果說最近的又已經超過100塊了,因為價錢越高代表對能源的需求應該是越多的話,價錢就會提高 所以現在是這樣子,我記得好像張宗某講過的 講過說,如果說那些再生能源都要有競爭力的話,只有大概一桶到多少錢? 他也是舉個例子而已,不是經過精密的計算 不過他就說,如果石油一桶超過200塊美金的時候,再生能源就非常具有競爭力 這代表什麼?代表石油現在還是相對便宜 如果真的有一天,大家都很環保地用再生能源的時候,就代表大家要過苦日子了 因為那時候石油一桶到200塊美金,我也不曉得什麼生活了 所以這邊可以看得出來,其實整個石油的一些歷史的話,大概就是可以看得出來我們人類對能源的需求還是一樣 不過呢,這邊開始有時候大量的需求也是什麼?因為我們燃機的發展 這個是2002年的那個相片,是從YTECO裡面造的,然後他把它合在一起 當然造的時候不是這樣直接造一整片,它是分個區域然後把它造 你看,黑暗大陸,我們國中地理講的黑暗大陸是什麼? 非洲嘛,看起來真的是蠻黑暗的,對不對? 然後你看這些地方,就像話嗎? 這邊也是兩億人口,那時候大概兩億多人口,對不對? 這邊是十幾億人口,美國人真的是全世界最浪費的民族 這邊是日本,台灣,我們台灣也不遑多浪嘛,對不對? 你看看,整片都亮晶晶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看得出什麼樣子?看得出繁榮程度嘛 然後你想想看,如果有朝一日,這兩個地方也要跟這個一樣亮的時候 那個多亮 然後這邊,其實我今天早上有看了一下一個新的圖 但是我不曉得那個圖是幾年的,所以我就沒有把它update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個新的圖,這邊也開始亮了,這邊也開始亮起來了 所以從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得出來整個全世界能源的使用 其實這個地方蠻好玩的,南美洲啊 其實我覺得如果說還有一個世外桃源的話,我就講南美洲啊 南美洲,像比如說巴西那個地方也是知道的 天然的資源也是很多啊,但是我十年前去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種感覺就好像說我到了另外一個宇宙,另外一個世界去 那種感覺好像跟全世界外面都好像都沒有無關,你知道嗎? 那地方就蠻好玩的,這個地方好像不太參與全世界的一些事物 好像跟與世隔絕,但是他們窮人也很多,但是他們天然界也很多啊 這個地方真的是蠻好玩的,不過這個地方未來的話我想也是為了資源開發 因為它這邊也都是會慢慢的被銅化或怎麼樣的,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在這項下去的話一定是有紛爭的嘛 這個是分幾個周,你可以看得出來不同的周的話 那當然它的亮度,它的明亮程度就是解析度沒有看得那麼好 不過就是跟大家看一下,了解一下這個印象,大概全世界的能源使用大概是怎麼樣的 template,協會СТConza pointed點,辦案日 humanitarian,公關記 在 jumping ignorant地方,協會刺數好幾個 所有的方法,大資產, attorneys很貴�2021、全部人家外執策,